干杯 五天前这十二个人还不认识 我们从天南海北来到拉萨 几近了同一辆旅游小巴 穿越山海去看了珠峰 也许这轮小巴不过是每年穿梭在这条繁忙路线上最普通的一个 但它却实现了十二个或大或小的愿望 留下了十二份一生难忘的回忆 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理性线路 理论上不会有什么挑战和危险 我说的是理论上 安全 没有安全 可以这样讲 谁摸都是瞎吃 因为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这个安全呢 就把握在我的手里 因为临时修车 我们已经晚于计划三个小时出发 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 我们还在拉萨市区低速行驶 司机正耐心地完成他四十分钟的分享 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 再具体一点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是否租养因而异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么长时间普遍 罢了罢了 好像我们不是终于上路了吗 来吧第一站 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 唐古拉意味高原上的山 念青的意思是次语 念青唐古拉可以理解为第二座高原上的山 从青海方向入藏会先途经唐古拉山 然后才是这座念青唐古拉 虽然名字被冠以第二 但它却是青藏高原上的神山之首 相传这片广袤的天地 住着一对千万年都不曾分离的恋人 众山之神念青唐古拉和他的爱人纳姆措女神 后面山后面就是纳姆措了 希望我们到了之后雨过没有云了 但目前来看的话 这片云是专门给那个纳姆措准备 云也走得快 希望它快点走 给加油了 穿越这片平静的牧场 海拔从四千米迅速爬升到五千一百九十米 我们来到了寒风呼啸的纳根拉山口 阿根拉山口 五千一百九十米 可以远看纳姆措 在这里 站在念青唐古拉的尖头 纳姆措第一次向我们展露了他的容颜 本处非常平凡的这个草垫 后面那一个就是纳姆措 接下来我们会开车顺着这个山路 绕到纳姆措的对岸 那个地方有一个圣象天门 纳姆措就在眼前 但距离圣象天门还有几十公里 当时还在焦虑能否赶上看日落的我 显然是夺虑了 我们爆胎了 直观点说就是车古路跑掉了 幸好是在平路上 如果是在排山道上恐怕危险很多 换胎理论上不难 但是糟糕的是千斤顶坏了 我们真的是太窘了 我们的车在这儿爆胎了 然后大家把行李都拿出来 然后在这边换了起来 有一个害羞的男子跑到那么远 去换去了 有人换了秋裤就穿不上靴子 有人在绝境中发现了无限伤机 两个多小时的被困经历 让一车人熟络了起来 我们再比谁的 我们再比谁的养息起来更快活 不要躲 我都没了吗 我好快乐呀 高姐太厉害了 我就会被笑得很快活 快乐呀 快乐呀 不知道晚上能不能走得了 这我们现在就在无人区里 一个人都没有 问问要不要帮忙啊 轮胎爆了 轮胎爆了 两个救星来就帮我们 最后我们在两个过路司机的帮助下 轮胎换好了 谢谢师傅 拜拜谢谢 发自内心感谢这两位好心的司机 因为我们知道天色已晚 他们也要赶着离开无人区 在天黑前抵达附近的村镇 8点20我们终于上路了 这一天没有到达盛象天门 没有看到日落的纳幕错 但有证据表明 那晚的无人区 曾突然出现过一个移动的夜店 是老年哥 我上空的我 天上的星星 踩到我 我踩到你来踩到我 身穿回来越来越温柔 兄弟抱一下 说说你心里话 说尽这些年龄的未许和战争定话 兄弟抱一下 我们的旅友群于是也有了正式的名字 西藏合唱团 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但已是过命的交情 一路唱一路笑 全然不知前方还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睡的帐篷 今天我们整个乐团住在一起 哭哭坐响的帐篷屋顶 嗡嗡坐响的几只冬虫夏草 有人已经准备要睡了 我已经疯了 就在我们吐槽帐篇军的时候 更加严格的晚饭军出现了 看我拿出了什么 哈哈哈哈 小火锅已经煮好了 给她点灯光好不好 自开锅怎么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你知道吗 这个妹子是土锅 这个妹子正在穿秋裤 她正在穿秋裤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十二人混浴 不是混住 混浴 哎呦 你真笑 六点钟从帐篷出发 现在要去看纳姆错 要爬到那个山顶上 觉得我已经在眩晕了 小伙伴说爬上来值得 那去看看值不值得 你看你这脚下的石头啊 嗯 别抖了别抖了别抖了 什么是悬崖 啊 哇 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个位置 就是双月弯 双月弯中间呢 有一个大象 就是闹目错 圣像天门 从好多个角度看 它就像是一个大象站在那里一样 上面白色的那个呢 不是雪也不是霜 其实是挂满了哈达 远处就是念清唐古拉山 念清唐古拉的主峰 下面这个广阔的湖就是纳姆错了 既然是一个吉祥圣地 我们在这说几句吉祥话吧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走下去 走下去 传说将路边的石子 垒成泥马堆 可以加持心中的愿望 到了 在念清唐古拉的注视下 我们渐渐离开纳姆错 一路向南 现在我们到了色灵错魔鬼湖 随着水量增多湖面抬升 色灵错在2010年超过纳姆错 成为西藏第一大湖 之所以叫魔鬼湖 是因为这里封印着一个名叫色灵的魔鬼 和纳姆错的宁静深邃不通 这里的蓝 明亮多变 充满魅惑 湖水特别的浅 风一刮 然后就会有这种 稍微泛着粉 粉色的一个颜色出来 被沾远了 如果像我刚才沾近了的话 其实是看不到这个边缘的粉 继续向南 画风逐渐呼应这首歌 我们就在夜色中抵达日卡泽 我们就在夜色中抵达日卡泽 加错 拉山 海拔五千两百四四八 多数好一遍了 进到这个门之后 就正式进到珠穆朗玛房里面了 进这个边境管理中心了 像是小学生一样 像是小学生不是 像是犯人一样 进去领馒头了 过了这个珠峰国家公楼的门 就应该开始那一段180拐了 想回上车吧 我们中国真的是寄贱狂魔呀 这也可以修路 啊热 热热了 我高感了 我着呢 晚上你就不用装咯 加乌拉山口 在这儿可以同时看到 包括珠峰在内的五座 八千里级雪峰 前面的那个应该就是珠峰了 它现在还在云里 我希望我们到的时候 珠峰能够露出它的整个面容 然后加乌拉山口 突然就下起了冰雹 从山口回到公路上 大窑开始有些不适 继续向南的路上 离大北京越来越近 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因为前方的雨 看上去越来越大了 最后一次查证的证了吧 不知道 我们已经换到了大巴 这是我们去珠峰的最后一段路了 最后的几公里 雨好像越来越小了 那边亮光了 师傅说 师傅说希望大大的有 说那个雨 来一次过的雪 瞬间就出来了 八八四四 珠峰测量纪念碑 珠峰一定要出来啊 你肯定也好奇珠峰在哪儿 远处那片光亮里面就是珠峰 只是 世界最高峰 极端海拔常有极端天气 能否看到珠峰要全靠运气 更何况是在西藏的雨季 这就是珠峰了 看到才一点点条纹 天还亮着 但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 我们不得不赶着最后的百度车下山 今晚会住在海拔五千米的嘎布村 至于住宿条件呢 我猜你懂的 这个就是三十平的浪漫小屋 住下十四个人 十二 他一下变宽敞了 这个家伙 在把他的面破进我的火 太好吃了 太喜欢太爱你 好烧闻还不错 还能蹦到一会儿 这位就是意外地晕车了之后 就是倒下了 前半周和我们俩一起嗨 他这场笑得 fl亂을 突然它掉队了 我们俩是嗨到最后的 第三个人 有 还有你 有 我们下去 glitter 你过激的运动和情绪 都会吸走我的呀 这个风好凉快 这一群善男新女 都是准备坐着睡觉吗 坐着睡觉 他们没有一个人躺着 全都坐在这 为什么 坐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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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快不行 当当当 hotel room service 当当当 8月15号出事了 这边 他带了氧气支柱 到了 他没吸氧去跑步 这边转了好多岁 跑步念不说死 这边过来他没氧气啊 这些事没有气 等会他没了 没能转 又 Oh My God 来都看看吧 刚刚好不容易都躺下了 这会儿全都起来了 那个想要睡觉的哥哥姐姐 感到很绝望 虽然没有看到珠峰 但那一晚珠峰头顶的星空 真的很漂亮 在屋子外面玩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在互相的劝说下 回来睡觉了 现在是 累得不行不行地回到了床上之后 大家都在夕阳 虽然没见到珠峰的真容 但能和珠峰在同一片星空下共眠 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这是我们昨天睡觉 睡了一宿的小破房子 看进来之后 我们昨天12个人就是在这儿睡了一宿 我们要出发了 其实还是挺难忘的 我觉得虽然艰苦吧 但是大家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我昨天晕车加油 一些些搞反有点难受 但是最后还是和大家拍了 我们在浓雾中离开嘎布村 一路向北返回拉萨 珠峰就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却什么都看不到 但转过几个弯 浓雾突然散去 西南方向撕开了一道裂缝 当它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怀疑 那就是 珠木狼马 即便是在众多超过七千米 甚至八千米的雪峰之中 你依然一眼就能被它傲人的身姿所吸引 一切人类引以为傲的创造 在它面前不值一提 一切我能想到的赞美 在它面前都苍白无力 此时我们正在盘山道上行驶 不能停车 甚至不能减速 唯一能做的就是疯狂地按下快门 试图留下这转身即逝的一片 然后转眼我们就进入了雾 完全看不见那个方向 天气的变化真的太宽了 我觉得虽然珠峰是应该是最辛苦的一程 但是大家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天天笑死了 对 天天特别不懂 就108拐的时候 后面这两位像是蹦迪一样在后面 昨天来的时候就把我拐晕了 今天回的时候估计又要把我拐晕了 有冤枉的一开创造 非常职业的阿姆祖 同意吧 同意吧 三连 阿姆祖太辛苦了 求求大家 然后到了珠峰 虽然下着雨 大家其实也没有说不开心 昨天在大伯爷这么大的雨 有一次 昨天大伯爷挺激 我觉得挺激啥的 是个非激啥的 太激啥了 别当了 但是今天给了你补偿 对 我觉得今天已经自信 我满意了 已经完备了 没有遗憾了 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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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的珠峰似乎尤其慷慨 就是我们昨天记得吗 在这边 现在这已经成了白雪茫茫一大片了 我的天哪 真的是 这地方的 气候太多变了 一天经历四季 又下雨 又下雪 又下雨 都赶上了 来吧 好了走了 我不想吃衣服了 不容易 我们真的是风霜雪雨都赶上了 我们夏天赶上了下雪 不容易 不容易 谢谢 珠穆 老马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该如何表达敬意呢 哥哥爱上走 恩恩 爱爱 健身大悠悠 回程的路上 我们经过 马拉水库 卡路拉冰川 杨卓庸错 杨卓庸错 是真的美 原来有一种蓝 艳道极致 居然不俗 当然 有的人 是被自己的老婆美晕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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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可以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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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你的直拍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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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的路好像特别的快 不知不觉 我们就到了拉萨 三分之后十二个人 整整齐齐 又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在夜色之下 依依不舍地告别 回想起过去的五天 脑袋里飘过的 反而不是那些漂亮的风景 而是想起了 无人去的爆胎 还有获救之后的大合唱 想起纳木措的帐篷 加乌拉的冰雹 想起一行人 在大本营上淋着暴雨 为了不互相影响心情 都不肯说难过和失望 想起后来更简陋的小屋 以及那一晚漂亮的星空 还有离开时 峰回路转 突然闪现的珠峰 去看珠峰的路 虽然是一条成熟的旅行路线 但是害怕很高 天气多变 条件艰苦 很难免有些小状况 但我们很庆幸遇见了彼此 始终保持乐观 用乐观感染乐观 仅以此篇 送给此行的十二个人 也送给以视频的方式 和我们重走一遍珠峰之路的你 此时此刻的我依然思绪万千 也许我们可以把珠峰 理解成我们想实现的那个目标 不管前方是云是雨 珠峰其实一直都在那里 而想要见到她的心 不要轻易落定 让这时达上面的线 时达在爱中文,那里 满天星星对我说 我这里要一个梦 想到了你就抬起頭傾聽